為什麼日本跟台灣比較容易 因為日本跟台灣的企業文化比較接近 我們有人在講說台灣是什麼 女人當男人用 男人當母母用 這個就是說台灣的企業文化 還是過去的老一輩的企業文化 是很好 歡迎收看《華語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平安 我是何榮 兩岸大使國際焦點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透過YouTube收看朋友 請您幫我們按讚 訂閱一下分享 動動手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您告訴我們 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 馬上來歡迎一些來賓 首先 丹江大學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張烏岳教授 大家好 另外 中工經院副院長王健全教授 和隆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亞太房屋雜誌總編輯 鄭紀文 紀文兄 大家好 好 今天首先帶您來看的 就是在禮拜三 大家都知道在台灣發生了 瑞士規模高達7.2的強震 到今天為止 大家都還能夠感受到明顯的余震 而在這個震災之後 看到台積電不到10個小時之內就宣布 超過7成的晶片生產設備都已經恢復運作 也沒有發生重大機械受損的情況 當然很多人說是因為機械的機台裝置下 避震的阻尼器發揮了很大的功效 而日經亞洲報導就指出 在畫面當中我們看到 它凸顯出了是台灣重要的晶片產業 在過去25年所學到的功課 當然921大地震讓我們學了很大的功課 另外台積電的客戶NVIDIA 輝達也預期台灣的地震並不會對輝達的供應 造成任何影響 顯然台灣的晶片製造 已經發展出一套應對自然災難的程序 比如說台積電在每個廠房都設了 有安裝了地震儀 還有包括剛剛講到的避震的阻尼器 當然硬體的部分以外 很多人說這也要歸功於台積電的人力 軟體的部分很重要 當然過去外界總會拿地緣政治風險 來提醒台積電 表示說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 特別要去風險 尤其在地緣政治風險很高的情況之下 但面對這次的強震就連輝達 我們看到都跳出來幫台積電講話 我先請教一下副作 就是台積電的這一套 我們講生產韧性 剛剛特別提到的是硬體的部分之外 特別看到是在軟體 就是人力工程師的部分 未來有可能 日本也許有可能複製 不過在美國跟日本有機會嗎 我想這次台積電 當然在10個鐘頭以後 它的舊的經驗廠 大概在70%恢復 很快 新建的大概80%恢復 最主要後面的很多的因素 包括人才 人力的Standby 還有供應商 鄰居建商的Standby 所以很快就可以恢復 它的EUV設備等等等 都沒有受到影響 剛剛主持人也提到說 它的避震器 減少一些塑震 都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所以我們這次看來成功的因素 包括第一個 你還有很好的基礎建設 包括土地 人才資金 電力等等等 第二個是你要有一個很好的cluster 你的這個產業的群聚 包括你的供應商 零件商等等等 第三個 你要有任性 包括你平常有備料一些原料 零組件 第四個就是你的企業文化 你有沒有辦法人產 這個是重要的 對 對 對 在一個鐘頭就把所有的供應商 Standby在那裡 隨時就可以復原了 所以為什麼日本跟台灣比較容易 因為日本跟台灣的企業文化比較接近 我們有人在講說台灣是什麼 女人當男人用 男人當土生 當某某用 這個就是說台灣的企業文化 還是過去的老一輩的企業文化 是很好 所以我們講說 既然講國家安全 國家安全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有一些戰略的東西很重要 如果在緊急情況下 可不可以排除 比如說工會 或是一些勞計劃的一些限制 像美國人比如說 我今天三點 四點下半 三點半就要去接小孩子 就把所有的防護力都脫掉 那你也不能加班 所以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半導體 這麼綿密的一些任性的話 你這個防護力 你如果有這個公會法 相關的一些法律的限制的話 其實是很難的 對 我們知道 美國跟德國的公會都很強勢 是 所以如果說你是國家安全 我們講國家安全 就是很大的外部性 你有決心的話 就應該排除很多法規的適用 我想說公會法 勞基法 跟很多東西 但是政府可以做一些補償的一些動作 這樣子的話 才能確保它的供應鏈的完整性 跟它的任性 要不然的話很難 企業文化才是關鍵 是 我這個聽到CN之前在採訪 何力媒就是台積電 人力資源副總的時候 他特別講到了一點 他說台積電的工程師 就算是這次的地震 管你是什麼時間 你只要是半夜一樣 得趕回到廠房去做應變 提到了CN CN在三月份的時候 三月初才披露說 他們好不容易費盡千辛萬苦 經過了兩年的接洽 才如願得到台積電廠內進行採訪的機會 當時CN還以全世界最機密科技公司內部 罕見曝光 標題是說 罕見曝光 台灣晶片製造成功的背後秘密武器 當作他們報導的主題 指出台積電為了因應海外擴廠需求 改變人才訓練的方式 但這次看到強震發生之後 CN卻有改口報導說 把關鍵的晶片製造業 集中在一個既容易發生地震 又是地緣政治緊張的熱點島嶼上 是相當有風險的 真不知道說 CN到底按的是什麼星 但是為什麼不斷的強調 台積電面臨的就是 政治 地緣政治風險 吳云老師怎麼看 我想當在美國方面一直強調說 第一個要確保自身供應鏈的安全無遺 最好的方法就是美國製造 可是美國製造來講的話 美國很清楚 他是擅長做軟體 他不擅長做硬體 因此就算是在美國製造 台積電把最先進的制造 美國製造當中 也會面臨到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剛剛其實王副院長講得非常清楚 一樣是台積電在選擇美國跟日本來設廠 你看到他美國設廠到目前為止 其實還在原地踏步 其實主要應該是看今年年底的 美國大選的結果如何 台積電才決定要採取什麼做法 可是在日本設廠當中看到 一座經驗廠平均的短者要三年 長者要五年 台積電大概只用20個月 就在日本完成設廠了 為什麼又很簡單 第一個 日本的首相對這個問題是高度重視的 日本政府是支持 他跟拜登方面來講的話 是Lip Service不一樣 第二個 日本的國會是權力什麼 權力在動員的 第三個 日本的地方政府像熊本 他們允許台積電建廠 可以24小時所謂的联工了 第四個剛剛所講的 日本的企業文化跟台灣企業文化比較接近 你只聽到台灣跟日本有人因為過勞時 我相信我們很多的聽眾從來沒有聽過說 美國還有什麼過勞時的 因此從這幾個角度當中 因此日本可以做得到的東西 美國未必很難做得到 所以美國光是有關於員工的問題 工會的問題 權益的問題 國會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問題 每一個都是很大的問題 所以台積電的問題是所在在於說 美國方面一定要強調說 台積電是擁有獨家 全球最高的80%以上的先進製程 那這個先進製程一方面又有台海的風險 二方面又面臨到所謂若干的像避震這個問題 因此從美國的角度 當然希望能夠加快台積電前往美國去投資先進製程 來確保自身供應的安全 但是可能CNN美國只看到這個 CNN跟美國方面沒看到說 中央政府國會地方政府跟美國的勞工 乃至於說包括台積電的上中下游廠商 能不能產生很好的配合 日本做得到 台灣做得到 至少目前為止美國很難做到 CNN有一點見樹不見林的這種感覺 不過他也這次在報導當中點到說 台積電有可能會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 其實不只是台灣 是不是美國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呢 其實美國人才的問題更嚴重 而且美國的人才問題絕對不只是半導體 事實上我們過去以來 經常談到美國的造船業 特別跟中國大陸比 有人說是不是中國大陸造船的規模 是美國的200倍 這麼誇張的數字 事實上背後反映了 是美國缺乏足夠這種傳統製造業的人才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優秀的人才 喜歡去金融業 喜歡去這種賺錢快的行業 而這種船廠這麼辛苦賺錢的不多 而且相對來講其實工時又長 因此我認為不只是半導體 不只是造船 他已經普及在美國 幾乎所有的製造業 普遍存在這種人員短缺的問題 特別有經驗 幹練相關的工人或者工程師 當然講到地緣政治 我們也確實台積電存在這樣的問題 也因此事實上之前美國有智庫說 如果中國大陸取得台灣 美國是不是要把台積電摧毀 這樣的一個極端的狀況 美國智庫或者一些高官都可以談得出來 正顯示了對於台積電這種政治 或者地緣高度不確定的風險 美國是非常非常憂慮 只不過投資或者去設廠的國家不同 在美國和日本就反映出剛才兩位專家有談到 因為法令不同 社會環境的不同 還有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支持力度不同 產生的後果和結果也不同 因此我認為美國在整個大環境來講 事實上是不適合製造業 在那個地方進行大規模的生產 對美國其實也面對人才短缺的問題 其實在美國的大戰略當中 其實到底台積電或我們說台灣 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日本共同社最近有多家的媒體也報導 包括日本共同社在內 他們就報導說 美國總統拜登 還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預計在4月10號要進行雙邊峰會 而在會後也將會發表聯合聲明 美日雙方這次要討論的重點是 經濟安保等相關的議題 拜登跟岸田將要發布的共同聲明 可能會觸及到補貼的合作內容 外傳美方也進一步要要求南韓 針對中國大陸的晶片技術出口 要採取類似美國目前已經實施的限制措施 而且要在6月中旬的G7峰會以前 要達成這個協議 好 問題來了 請教一下副作 南韓會這麼跟日本一樣配合嗎 有可能因為南韓很多的原材料 是都來自日本 上次美日衝突的時候 日韓的一些衝突的時候 讓韓國的半導體受盡苦頭 所以本來有時候叫Chick 4 就是四方的半導體四方合作原則 美國 日本 韓國跟台灣 不過現在看起來是美國跟日本代開 美國跟韓國代開 台灣反而變邊緣化 台灣應該是積極利用這個21世紀台美貿易長野 來強化跟美國的半導體合作 擔心台灣被變化 美國其實最很多的一些東西都開始管從技術行政經濟面 從經濟面 現在美國提出的所謂的新補貼原則 特別是針對一些戰略物資 包括太陽能 包括半導體 他要求你提出一個新補貼原則 就是說如果有個國家低價傾銷的時候 我們要制定一個共同標準 比如說針對我今天比如說去碳 低碳的一些補貼 或是供應鏈穩定的一些補貼 甚至要求韓國也不能出口 還有歐盟要來合作 這是經濟面的 這個技術面 美國所謂的長臂管轄 美國人的手臂特別長 他特別是對美國的所謂的16奈米下的技術 不能出口到這些共產國家 第二個是他把一些有綠卡的人不能在美國 不能到中國大陸的一些高科技的認識 所以這個在技術管制 再來就是所謂的行政面管制 他提出所謂的韌性供應鏈 民主供應鏈友好同盟 目的就是在區分為紅色跟非紅色供應鏈 而且美國上游它的EDA 它的IC設計 還有它的下面的半導體設備 所以它有辦法前置日本 韓國的一些半導體的發展 所以美國事實上是有它的一些工具在那邊 美國是包括是從法規上面 包括從技術上面 包括它的供應上都會有一些東西去做 軍事戰略 客觀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9點準時開講 好 在此刻也看到了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接下來我們要關心的就是他到中國大陸去訪問 第二天的訪中行程 見了包括廣東省長王偉忠 而在第一天 葉倫就已經和國務院的副總理 主導經濟的何立峰會面 葉倫在接見中國大陸的美國商會代表室 也公開表示說他明白中國大陸政府 對於製造業的直接和間接支持 因為這跟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目標息息相關 但是這也導致中國大陸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而他認為這將會超出全球市場的承受能力 特別他強調說 美方對於中國產能過剩的擔憂 並不是反華政策 他說解決產能過剩 以及更廣泛的市場化改革 其實是符合中國利益的 可是我們記得中國大陸兩會才召開 而且在兩會當中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了 優質生產力這個新名詞 這也是北京中央既定的一個政策方針 所以要請教一下五月老師是說 光是靠葉倫說 這個表達了對美方的擔憂 甚至是包括中國大陸的產能過剩的問題 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能夠調整中國大陸的中央政策嗎 很難吧 大概不容易 因為從美方的角度 他是看到說 中國的製造業 大概佔全世界31% 可是中國自己本身的消費 只佔全世界不到15%到94%左右 所以從美方的角度來看的話 中國應該大力的來發展消費這個部分 來壯大這個市場 而不是在有關於生產出口上來進一步擴大 像美方就認為什麼 就是這幾年來我們看到說 美方角度看到 那大陸方面在鋼鐵業 在電動車 在太陽能 在鋰電池這些地方 大量的生產 大量的發展 造就了什麼 造就全世界相關產業 都面臨到一個所謂的銷下競爭的問題 那葉倫跟美方 他們是隱含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中國大陸這些產業 可以快速的來生產 這樣大量來 有相當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政府的補貼 跟政府的獎勵這個部分 他是用這種方式來隱含說 美方對於中方 這樣一個產業政策現行的不滿 那也說中方應當是擴大內需 如果消費這個部分 那正常以發展國家來講的話 消費大概都占到GDP70% 可是中國大陸目前為止 其實消費還是基本上還是不正 所以說從這個角度當中 當然就看到雙方認知上的差距 那這一年來 當中來講的話 特別是這一個多月來 那美中之間在經濟議題上 是有三個比較不同的看法 這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說 那中方認為說 第一個 首先不存在所謂的生產過剩的問題 這是一個過去這幾年來的分工 產業分工的此案 那第二個 中方也承認了說 不存在所謂的中方的經濟 已經見頂了 就已經到頂了 如果經濟到頂的話 那當然就要走向一個新常態的下法 也這麼認為 那第三個 那當然中方的經濟也不認為說 像一般外界所講的 因為什麼 因為房地產的問題 因為這些產能過剩問題 會有所謂經濟崩潰的問題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不僅是習近平在兩會當中 他今年兩會三四下團組 唯一的包括像人大江蘇團 乃至於包括民革 環境科技界 乃至於解放金跟武警 通通談到薪質生產力的問題 對 薪質生產力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那習近平在有關於中國 發展高峰論壇當中 以前都是什麼 都是總理來會見各國的企業跟NGO的人 那今年什麼 今年改由習近平三月份親自的來接見 那也再度的表達 第一 中國大陸對於經濟上改革開放的決心 並沒有改變 第二個 不存在所謂的中國的經濟見頂論 第三 更不存在所謂中國經濟有可能崩潰 那第四個 當然中國準備通過進一步的改革開放的力道 希望美中關係在這個問題上是相向而行 而不是背道而止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葉倫還算是美國政府方面來講的話 是對中國還是相較其他的格言是比較友好的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中方是把它當成是鴿派的 那不像布林肯也好 雷蒙多也好 戴琪這些都是所謂大老鷹跟小老鷹的 從這個角度當中 當然美中之間還存在很大分歧 我想中方對葉倫基本上還算是關注還算重視的 因此不僅在南方他會見到的 包括廣東省省長何立峰 我相信到北京應該都會見到什麼 也會見到包括像國務院總理李強 甚至是人行行長潘公盛 以及卸任的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等等這些人 因為畢竟葉倫在美國方面來講的話 在總統繼位的排行來講 他是排第五的 僅次於副總統兼參議院議長 那眾議院議長國務卿之後 所以說如果就美國的財經官員 他當然還是最具有影響力的 好 提到了國家補貼 其實我們也看到美國同樣也在做它的補貼 在政策性上面補貼它的本土企業 比如說就拿Intel這個最明顯的例子 美國政府預計要向Intel投資35億美元生產 用在軍事還有情報用途的先進晶片 在美國政府有一個叫RAMP-C 這個快速保障為電子原型商業計劃 這個全程是這樣子 這個計劃之下包括了IBM 微軟還有NVIDIA 是輝達在內的許多公司正在為美國軍方量身訂做 因為它是客製化的要開發這個晶片 那因為美國不放心交給台積電做 所以要美商自己做嗎 而這些客製化的 我們講說軍事相關的先進晶片 未來有可能會應用在哪些軍武的項目或方向 金融兄你了解 美國因為晶片電子技術進步 因此它同樣等級的武器裝備跟俄國相比 它在外觀上呈現很大的不同 一般來講245級人家說傻大笨 歐美國家的武器通常比較輕巧 特別是美國一些智慧型的或者精準打擊的武器 我們發現它的彈藥越做越小 譬如說它的小直徑攻擊彈藥 只像人家那種250公斤以下 甚至更小的彈藥 但它所造成的摧毀和破壞能力 不絲毫不亞於24 這比它大兩三等級的彈藥 正顯示了美國武器 它的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那另外我認為未來武器裝備 它的晶片應該AI相關的晶片 應該是最為重要 特別是現在做在非常強調 所謂的AI輔助決策 或者輔助它的功能 尤其是這幾年無人系統大行其道 我們從惡物戰爭就發現 現在的無人系統 包括物軍獲得很大戰果的無人攻擊機 或者無人攻擊艇 它有很好的相關的智慧能力 特別如何分辨誘餌和真實目標 其實它們現在通過大數據和演算法 已經有很好的鑑別率 這就造成戰場上 這些武器經過AI的加持以後 更為聰明 更能精準擊毀你要攻擊的目標 我認為像這樣的武器 對於先進的AI晶片有極高的需求 而且這還是AI在武器裝備發揮初階的效果 未來武器裝備肯定更為聰明 也因此我們以前常說 這個戰紅機或者先進的戰機 指揮一大堆 包括中程療機 以及無人輔助攻擊系統 形成一個無人攻擊機群 就AI未來的發展趨勢來講 這絕對不是科學家刻畫出的一個夢想 而是要成為正在上演的一個戰場的長期 為了兩個重點 一個是精準度 另外一個就是穩定性 中國跟美國其實今年都對他們來說 經濟非常的重要 尤其美國總統拜登要競選連任 這個經濟一定要搞好 而美國經濟數據最近有一項還不錯 就是美國勞工部在5號 它公佈了3月非農就業增加人數 創下10個月以來的最高 3月份非農就業人數增加30.3萬人 遠高於市場預期的20萬人 非農人數增加主要是因為 像是由醫療健保這些產業 還有包括政府部門增聘人手所帶動 其中醫療健保業新增了7.2萬人 政府部門新增7.1萬人 營建業則是新增了3.9萬人 另外像是休閒娛樂跟飯店業 新增了4.9萬人 這使得休閒娛樂旅遊產業的就業人數 正在回到疫情前的水準 我們看到了非農就業的數據表現 算不錯 接下來大家有關注的就是 聯準會何時會降息 這個關鍵時刻 這樣的一個考量是如何 因為如果非農就業的爆發 代表就是說人力的需求還是恐急 人力需求增加就可能增加工資 工資就會帶動通通 所以為什麼聯準會遲遲不改降息 因為聯準會它降息的標準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非農就業 現在看起來就是3月是30萬人 超過預期的20萬人 可能會造成工資上漲 通膨會再起來 第二個是物價的下跌 物價現在看起來 CPI事實上還是在高點 雖然最近個人消費支出 CPI有降到2.5 但是現在美國第一個是服務業的 這個價格的黏著度非常高 第二個是因為最近的就業也很熱絡 所以造成還有租金 可以讓美國的物價要下跌到2%以下 事實上是很難 所以美國現在遲遲不敢降息 但是美國為什麼還又是可能有降息 當然降息從6月 本來大家講說年初就會降息 拖到6月現在拖到7月 甚至有人拖到最後幾個月才會降息 但是第一個為什麼 因為今天拜 今天拜登要選舉 11月通常一個國家的貨幣政策 寬鬆貨幣 至少需要6個月到12個月的落後期 因為從央行 聯準會到商業銀行 到企業 到老百姓 如果這時候不開始降息 11月也不用選了 可能會對它的來不及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美國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的 這個點證圖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調號 大概在3月2月的時候 還是在4.65% 現在是5.25% 代表下半年還有降息3到4碼的空間 除非最近點證圖往下調號 所以美國降息的時間可能會延後 因為這個聯準會其實也是本位主義的 他就看我經濟成本還很好 就業也很好 那物價有開始在黃下跌 所以我暫時不要這樣 先觀望 因為只要出了問題 物價出了問題 通膨出了問題 那是聯準會的責任 但其他的責任就不是很在我身上 多元 深入的觀點 專家權威 嚴選議題 最專業的國際政經情勢分析 環宇全世界全球旗艦版 每週六晚間9點準時開講